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这个单元是靠北长官每日快报 是针对靠北长官昨日的内容 截取几则留言来做我个人的意见表达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则留言 北部军团的火石可否改进 可否比照高师机关单位全职火 用悠游卡用餐 哇这则留言有改变到我的旧思想 我一直听到人家说 军团跟大汉营区都吃超好的 还是最近有改变 其实在军中办火本来就不是很容易 把它办好那就更不容易了 我还记得之前好像是中部炮子部的火石是最好的 我想他们应该是下了很多的苦心 不好意思我没有待过高师单位 你说用悠游卡的意思是要用餐再去餐厅逼 第一悠游卡扣款后实施用餐的意思吗 如果是这样 个人的确会节省很多钱 然后半火单位的菜量会抓不准 在执行上有很多难度需要克服 为了让火石团费用更充足 我个人是比较取向搭全火的方式实施 第二则 应该都是要很厉害吧 这个人事单位就有问题了啊 谁让他当连长的 还是当连长后过得太舒服 整个大崩坏 体能整个快速下滑 然后突然忘记怎么游泳了 连长你这样不行啦 你还食兵的耶 好好加强一下啦 不然一个小兵都会看不起你的 加油 还有你忍一下 不要跟人家腰疤一起走了啦 第三则 国之北疆雷达阵地队长 吃喝不付钱 吃下属告稿 听说不是现在才有的情况 臭名早就传遍天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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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现在还有这种干部哦 我记得好像平息很多年了啊 因为之前很多这样的都被抓去关 跟钱扯上关系哦 很难脱身啦 几乎都被关 不是都不敢了吗 怎么还会有这种人 我觉得相关单位要调查一下 毕竟你我都不是有钱人 来当职业军人 就是要改善家里面的经济状况 那么遇到这样的队长怎么办 不就要再跟家里拿钱 我觉得这样不行 要查该查研办 第四则 专校生就是欠拗 反正绑六年也不怕你退 拗好拗满 呃我不太清楚你说拗是拗什么 卫少 一般勤务 接业务 接装备 还是其他的 其实以我来说 我交付各事项 我不会考虑他的出身是什么 是社亲进来的 是在营转服的 是专业军事官班 是军校生还是专校生 在我眼里都一样 我只想找一个可以去认真执行 把事情做好的人而已 或许你该高兴你是这样的人 得到长官的信赖 不要想太多 最后会反映在奖励上面的 或许吃亏也是占便宜 相信我 第五则 来说一下某二差六单位 某营某长官 这个留言是反映新讯单位 卫少及干部小请的问题 首先卫少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很难吧 大家沟通清楚 如果个年人数真的相差很多的话 连为单位不公平 可以以个人为单位 下去排定每月的卫少大表 这很好解决啦 有什么问题 跟营上长官讨论一下就好 都自己营上的人是不是 那第二点 我觉得我同意长官的做法 建制班的班长 当然要跟建制班的新兵 睡同一寝室啊 究竟照顾及关心嘛 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 这很正常吧 不要想太多 这就是你教育班长的工作 新兵在的时候辛苦一下 你又不是整年每天都在接新兵 是吧 你也不用下基地打三军 对吧 每个单位职务 都有他的辛苦的地方啦 加油 第六则 你知道有单位出军记事件 隐匿未报吗 都说你们多会茶 用嘴巴说成笑我 罢罢罢罢罢 我不知道你是说申诉陈勤案 还是说已经确定有发生的军记案件 这个隐匿未报的部分 国军多的了 从小军记案件到大军记案件 隐匿未报可多了 每个主官都想升官 不要被惩处 所以隐匿未报这种事很多啦 至于监察部门立案调查项目 跟最终结案的调查结果 也不会跟你报告 所以也或许他们都有在做事 也有成效 只是抱歉你知道的那件军记案件 长官没有说要调查 反正保房跟监察部门也是问题很多啦 第七则我要靠北陆军后勤训练中心 今天中午竟然有现炒的铁板牛肉 哇这也太赞了吧 我当十几年的职业军人都还没吃过耶 你太幸福了吧 不知道这个费用是从哪里省吃减用存下来的 还是有加菜金 如果是因为菜量控制得宜而存下这些钱 我非常感谢 如果是苛扣每一餐的一点钱 来办这一场铁板牛肉大餐 我就觉得大可不必了 不如每一餐让我吃好一点的 是吧 第八则 士兵赖床 不参加早点名 被叫醒 暴气 禁棒打 正信中士 军刑法判拘役59日 军方认为以下犯上 却获轻判 唯请检察官上诉 但高等法院指出这个正信中士是上官 不是长官 认定原判无误可上诉 当初军法回归司法 我就大概能想象会有很多事件会被轻判 就算打一个上官 在军纪言明的国军里 应该也要判个两年吧 我觉得这个判决似乎太轻了 如果是在一般的马路上棒打一个路人 也是这样的刑则吗 我真的有点怀疑 军方请检察官上诉被驳回 对啊 法院说的没错 正信中士只是上官 不是长官 例如我今天是二连一排一班的班兵 我打了二连一班的班长 是暴刑犯上 我打了三连的排长 只是伤害罪哦 我打一连的连长 也只是伤害罪 因为他们都不是我的直属长官 这让大家了解吗 第九则 单位里布 炮装 干那么长的学长土匪 一堆不用掉 我们指挥部跟军团就有干超过五年的 怎么不优先来野战历练一下 我非常同意这个姐妹的留言 事关当然也要轮掉啊 不轮掉的话在单位太久 肯定变成土霸王啦 建议最多五年一定要调整单位 不然部队肯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相信我 第二点我更是同意 司令部及指挥部 历练完成的人员 一天调任野战基层联队服务 跟你们说啦 司令部指挥部的人 永远不会珍惜啦 下来基层他们就知道了啦 每天以泪洗面啦 曾经有一位中校长官 一直在司令部任职 直到有一天 来基层历练营长 他对我们说 原来基层是这么辛苦的 所以司令部及指挥部的长官 在拟定计划的时候 麻烦多为基层想一想 多多照顾一下基层官兵 第十则 全面清点装备不见 要自己以损合赔 有没有搞错啊 这样谁敢接装备 关于这一则留言 我之后会专门做一部影片来说明 我的另外一部影片也有说明高庄简的弊病 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一下我上面的连结 那针对这一则留言 我的想法是交接的时候 一定要确实核对账卡数量 及清点的数量保护自己 以上是8月3日的靠北长官 每日快报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